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盘中韩之间的对抗 这盘棋是2016年中国的精力手机 维甲联赛的第14轮 不过黑棋是一位来自韩国的外援 实力非常强 朴婷环九段 白棋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棋手 姜维杰九段 现在这个局面左边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此时轮到黑棋走 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白棋左边的这四个字 一个呢 是可以从这边爬 还有一个打了再一虎 它可以做活 那相对来说 黑棋的这一块棋就显得有点薄 因为它在这个局部没有办法摆出两个眼 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你从这边走 白棋就打吃了做活 如果你从这边挡住呢 它就可以爬回来 这四个字 因为自己黑棋的气也很紧 黑棋如果直接动手的话 也吃不掉白棋 那接下来这个实战进程呢 可以说双方在这里是充分的发挥了职业高手的智慧 让我们在这么一个局部当中 感受到了很精彩的一个片段 首先是黑棋 实战的下一首棋 单棋 这步棋 更让我想起来 无中生有这个词语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无论黑棋现在走哪边的话 白棋它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 但是现在黑棋这一棋 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就防止了白棋从这边打吃了虎做活的可能性 那如果这个时候 白棋要把这个爬回来的话 那黑棋在这里 这个粘呢 它不是白走的 下步棋 靠过来 这样黑棋一般 这个子充分的起掉了 吃掉白棋的作用 这样白棋就跑不出去了 如果从这打的话 黑棋就粘住在一架 这个气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白棋补回来的话呢 黑棋再把这个二路一挡 回家的路一切 白棋至少这四个子 现在在这边 我们没有看得出来 白棋有活棋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可能这个脱了之后粘住 会有一定的 这样的可以去折腾的空间 但是 比起刚才打吃了一虎 这么轻松的活棋下法的话 白棋现在要困难的多 眼见的被黑棋的一步好手 似乎白棋一下子 有一个比较好的好局 要陷入到很吃力的状态 但实战呢 白棋的下一手棋 也是一步脱围的好手 飞点 虽然 左边的这四个子 非常有价值 但是呢 它并不是白棋一定不能弃的子 所以 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脱先 那白棋就可以考虑 从这边挡下来 下一手棋 这个脱了一粘是先手的话 它可以做活 如果你黑棋要来吃白棋的话呢 白棋外边再自补一手 比如说你要走这个 白棋再补一手 这里面 让黑棋很难受 是因为他还需要去收棋吃 那 收完了棋以后 其实这个木树本身就没有多少了 再一看白棋在外面的这两手棋 它获得的这个价值要远超于 黑棋吃掉这四个子的木树 如果黑棋挡住呢 那白棋就很好地解决了 刚才被黑棋直接一手棋 从这边靠死的 这么一个尴尬了 因为现在呢 白棋它现在如果说 如果黑棋要从这边走过来 白棋它现在可以不粘 它可以从这个方向打 然后尝出来 这样黑棋吃 白棋粘 黑棋长 白棋可以贴出来 因为有这个字 假设刚才的情况 现在 这么下的话 黑棋长 如果你白棋走这个 黑棋一搬 白棋跑不出去 这样一搬 打吃我就跟着你走 通通都会 通通都跟着你下 那因为白棋的气太紧了 只有三口气 所以没办法 不过 有了这个字 有接印了 那白棋就可以 现在从这打了 贴出去 扬长而去了 这就是白棋飞点一手 其实在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合当中 黑白双方都是下出了 试图 能够达到 一石二鸟 这么高效的 这样一种 结果 只不过在这个局部 白棋 棋高一筹 飞一个 这阵的黑棋 也是 不甘示弱 可以看到 这两国的 这两国的 顶尖高手啊 在这么一个局部 小小的局部 简单的几手棋 就已经包含了 这么多的计算 这么多的变化 非常的有意思 当我们细细的 把这些 拿出来 品味了以后 就会更加的 觉得有趣 黑棋 走这个 这个时候 白棋不能脱先了 否则下一步棋 就被黑棋 靠死了 白棋 再并一手 可能我们会觉得 还是被黑棋 挡住了 但是呢 这两手棋 白棋 绝对不是白交换的 因为你现在 如果你单并 被他挡在飞的时候 他肯定是挡在这 而不是说 往这个地方去反击 做这样的 无谓的反击 所以呢 实战呢 白棋再挡下来 黑棋接住 因为现在 如果贪吃的话 跟我们之前 摆的变化图 是大同小异了 再被白棋 冲过来 这个外面的 这道后世 相当的可观 粘上 这样呢 白棋再一拖 这个拖一个 也不是说 都为了去做活 而是 嗯 要把自己的气 延长一点 同时 也给黑棋增加 更大的 一个难度系数 应该说 在这个局部 双方其实都是 下出了最佳的 这个手段 只不过 也许是在这个 一开始的作战当中 就是 处于白棋 比较有力的 这样一个主导的 地位 所以 在这个局部里面 只要白棋 不犯 严重的错误 那整体的作战 还是白棋有力的 所以我们讲 这个作战的时机 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 你有 再大的力量 一旦你作战的 这个时机 没有找准 那么 我们就不属 我们都说这个 天时地利人和 你就达成了 这样的先决条件以后 你才能够 在作战当中 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其实在此之前呢 我一直认为 就是 围棋充分的 体现了这个 兵家的这么一个计谋 但是在 看过这个孙子兵法以后呢 我又有这个不同的感悟 孙子兵法 其实它 区别于 我们所熟知的 三十六计 是以计谋取胜 而孙子兵法 更多强调的是 不战而胜 为什么能够达到不战而胜 就是因为 他已经把先决的 这些所有的 会发生的情况 都已经预料到了 就是 而此呢 让对方 没有办法 来选择跟你作战 而达到不战而胜 这么高的境界 所以 由此可想知 曾经 称霸其他一时的 李昌浩九段 他其实 就是这样的一种棋风 他并不是说 没有力量 但是他更多的时候 是 采取 掌控大局 还把握这样的一种 均衡感 最终达到胜利 然后我们看这个棋 现在黑棋一爬 然后黑棋 白棋拐 黑棋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换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把白棋吃掉 而白棋呢 也并非是为了一味的去寻求做火 在这样的一种回合当中 双方比拼的更多的是对于全局的这么一个掌控 黑棋 不是以吃掉白棋为最终 获胜的这么一个结果 而白棋也绝非是要一定做火去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要注意 黑棋搬到这里 已经是给白棋敲响了警钟 你再不走的话 黑棋从这一吃这几个子 这这手棋现在的价值可比 左边的这几块 这一块棋要大得多 白棋这一抱吃 中间吃掉了黑棋 这三个子以后 可以算做四个 这以后黑棋大概也不会从这跑了 我们都说中央开花三十木棋 白棋吃掉这么多 价值几何呢 当然不能够以这种 双倍的目数去计算 但是 至少在这么一个局面 白棋把中间这吃掉以后 对整个局面的辐射影响是非常大的 既然已经损了这么多 黑棋再怎么样也得硬着头皮把白棋这吃掉 所以我们其实下棋并不是说吃掉对方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从这盘棋就可以体会的出来 黑棋吃白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先手一吃 气子能气到白棋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 应该是非常开心了 然后再一尝 这边以后如果黑棋不走被白棋一挡的话 白棋的这个气很长 黑棋想了想还是把它补补干净吧 那接着呢白棋最终就脱先 再抢到一部非常大的大场 这一个局部就算是高一段落 虽然我们一开始是以黑棋的这首棋 为这个介绍的第一步 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一个局部来说 从后面进程来看 其实更精彩的是双方在这样的一个回合当中的一种 在心理上的斗争和包括体现在棋上 最重要的是在大局上面 白棋最终是获得了这个优势 其实我事后也问了这个对局者姜维杰 是否黑棋这首棋是一部好棋呢 那他的回答是在当时可能是只此一首 不过从最后的这个整体这个局部的结果来看的话 确实是白棋非常可以满意了 这大概也是因为一开始黑棋这个作战不利的原因吧 好了这盘棋呢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四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 在这个局部非常的精彩 这盘棋的这个背景啊 是中韩的两位高手的对局 举台呢是2016年的百灵杯半决赛 三番棋的第二局 对局者的双方 黑棋呢是我们中国的当红小生科捷九段 白棋呢是袁胜珍九段 也是韩国非常著名的棋手 此前在这个三番棋的首局当中是 袁胜珍先下一城 那到第二局对于科捷来说就是一个赛点 非常关键的一盘棋 此时轮到白棋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势 现在上边呢白棋这里有一块姑棋 相对而言 黑棋中间这块棋的处境可能要比白棋左右两边都会好一点 但是这几个子的棋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紧的 而且有个断点 但是这个时候呢 白棋它是千万不能断上来 如果白棋贸然的选择这个段 那黑棋绝对是非常欢迎的 它不会去贪恋这两个子 而是通过白棋断把自己这四个子更重要的子力把它加强 假设白棋在吃的话 黑棋就搬下来 白棋这么走 黑棋就并一个 有了这几个交换 其实白棋吃掉的黑棋木树 只有眼见的就只有四五六七 顶多就是八木棋左右 但是中间这三个子基本上就不能动了 尽管黑棋有断点 但是白棋又不能断上来 那怎么才能够 以攻击黑棋或者说 以抓住黑棋气井的这个弱点来 把自己这三个子走好呢 这就是白棋现在想要去考虑的问题 那之后的这个下法 双方也是围绕着这个局部 下出了非常精彩的一个 一个一个环节 然后白棋点 这手棋是可以说是棋型的要点吧 如果说白棋简单跳的话 黑棋就跟着走了 这手棋一旦被黑棋走到的话 黑棋整体的形状就非常的舒展 所以白棋一点上来 接着呢 黑棋虎 跟白棋这个搬一个交换 之所以黑棋要虎一下呢 它可以看作是这样 如果同样是要不断 现在黑棋单柱白棋跳 跟黑棋这个跳交换 等于是把这个子放在这 黑棋虽然在这不如放在这里 但是白棋依然是要补断 那它下一手棋可以 把自己的棋型补得更好一点 就是黑棋它可以把棋走到这 可以搬上来 它如果在这呢 虽然看上去连回来了 可是这以后在这个角上 白棋比如说碰了靠断之类的下法 还是有很多可以去 在这个角上 让黑棋难受啊 进行一种骚扰 所以实战呢 黑棋选择 在这边 一手棋先把自己补好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中间的这块棋处境相对来说 要比白棋上下两边要更好一点 所以呢 它可以先把自己很冷静的 把自己这边补好 毕竟呢这个手握着实地 是比较踏实 其实我们现在的棋手 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中海两国的棋手 从这个棋风上面 力量上面体现的都是很有力量 但是从大的一个风格上来说的话 就更加的务实一点 这或许是经由这个时代的变化 其手们对于其的认知 会产生一个不断的 会产生新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吧 所以在此时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更多棋手会认为 这个实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先走得务实一点 同时呢这也是要考验你力量了 因为你在获取实地的时候 那我们都说这个下棋它是有舍有得的 你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获得了实地你可能外势就被对方走到 那很有可能你的棋就会相对来说 灰下的比较薄一点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的力量 考验你作战的能力 你制估的能力 这盘棋黑棋之所以它现在有这个底气 去把这个空先捞掉 它也觉得这两块棋作战嘛 反正你是两块我是一块 抱着这样的心态呢 黑棋就这么走 当然白棋也要把头走出来 虽然现在很想从下边飞过来 这个至少呢它是贴在地上走 比较接地气 可是白棋没这么选择 它是否担心黑棋从这边震过来 这样黑棋一旦只要自己这边强了以后 这块棋就变得是岌岌可危 因为在左边的话 黑棋比如说挖一个靠一个之类的 它都有使得自己更强的这种手段 把自己加强了以后 让白棋这块棋很受威胁 白棋这里只有一个眼 所以它能够把这块棋走好的 这个唯一方式就是跑出来 因此 要选择一个局面的均衡的话 白棋从这边出头 它只要是牵制住了黑棋这块棋的话 那相对来说也就是支援了上边的 白棋自己的这一块固棋 黑棋先飞一下 跟白棋小剑交换 然后黑棋再挤到一下 把自己走强一点 前面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 棋手都是非常喜爱实地的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局面来看的话 对于黑棋来讲 它的这个主要目的 不是说我要把你这两块棋 要攻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或者说甚至要吃白棋 这也都是不现实的 它只要把自己这块棋走好 然后呢我们看到黑棋的这个下法 就是先捞空 先把这个自己 右下角的实力 具为己有 然后再通过威胁你白棋 这块棋 把下边的空 能威多少是多少 同时我们也看到黑棋这个招法 也是非常具有这个 进攻的这么一个意识 它不是说唯控的话 我们面对这样的形状 可能本手通常情况下都是 在这个三线上拆边或者在进路之类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黑棋虽然有唯控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它更多的这个招法上的选择呢 是很有讲究的 因此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你在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 进行了一种判断 谋划了一种策略 但是你具体的手段 也一定要跟上 白棋不甘心啊 这个空不能让你围 如果说我现在还要去不断 再被黑棋这么一飞过来 下面的这个空是 甚至围到了五线上 这个木树这样的效率 白棋绝对接受不了 飞下来 黑棋呢 它步步都走在这个 白棋的棋型的要点上面 让白棋很难受 刺一下 再补断 再补断 然后黑棋一飞 接着呢 接着呢 白棋 小剑 问一下黑棋 看看你这个时候 是 补这边吗 如果说 如果 现在补这边 白棋在这一带呢 由于黑棋 唯控的这么一个间隙 白棋 相对来说 把自己走后了 可能 接下来 白棋会选择 比如说点过来 或者点在这 让黑棋 再尝一下 之后 从这边飞弓过来的这种下法 也就是 灭掉黑棋一眼 然后再 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不知不觉 白棋左边的这个 视力也慢慢的 得到了增长 因此呢 白棋现在的这个小间 黑棋十分稳健的 把自己先补好 但是很显然 这手棋 给白棋留下的空间 就是 下面的这个 跳下来 这手棋 黑棋如果说 要连回去的话 现在是不可能 拖白棋就斑 如果要靠这样 二线上连过 那绝非黑棋的本意 如此的话 它的木树一下子 被压缩到了二线上 最后能围的空 只有一路这么多 反击 那 实战呢 黑棋 先靠一下 上面一靠 白棋当然是要跟着走了 再接着呢 这一挖 这两手棋 是 在这个局部当中 非常 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进程 我想可能也正是因为 黑棋有这两招棋 所以它 才能够非常冷静的 在中间自补一手 让白棋 洋装能够跳下来 但是呢 它又备好了 这么一个精彩的手段 在这等着白棋 此时呢 如果说 白棋 打吃 这样黑棋就粘住 它一粘的话 被黑棋这样一断 下边挡住和吃这个 白棋这块棋 很危险 那如果白棋吃在这边呢 黑棋这个铐就能排上用场了 它再一粘 下一手棋 长和斑 又是剑盒 所以我们看到 黑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不是被对方一跳 就是要考虑自己怎么去唯恐 而是很清晰的挖掘到了 白棋棋型上的问题 当然实在呢 白棋这个 靠一个也很有意思 它先 交换一下 然后 再打吃 大概是怕 打吃完了之后 有可能这一下 它就走不到了 这个次序 下的也是 非常的精细 接着 补好自己的这个 上面的断点 当然黑棋是非常愉快的 它先交换一下 再断吃到 这样等于 兜了一圈 黑棋把 一开始我们说的 被白棋点完了 飞过来攻击 这样的很严厉的手段呢 捕到了 同时 一眨眼的这个棋 就等于白棋尖的时候 黑棋跳到 这个木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这就是黑棋厉害的地方 当然 实际上呢 白棋能冲到一下 一定程度上的 破掉了黑棋的眼位 但是 因为 在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 白棋自己的 气和 这样的棋型 也并不是 完全无后顾之忧 所以 这两块棋 其实是处于一种 牵制的状态 白棋也并不能 很好地 放开手脚去攻击黑棋 黑棋再一例 等于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 黑棋 一方面 守好了自己 右边的这个实地 同时 下边呢 原先还欠着的一个拆边 现在可以说是 最大限度的 把下边变成了实控 中间这两块棋 雙方是一种 互相纠缠的状态 如果你白棋要从这边飞的话 黑棋它还可以 在这里挑点一下 白棋还有点难受 或许就是在这个局部吧 从这样结束了之后呢 黑棋就奠定了自己的优势 最终也是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好的 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